肖战的人员非常好,和他长时间接触过的人,基本上都会成为他的好朋友。 拍摄狼殿下的时候,他和男女主的关系都非常好,王大陆甚至自爆会去重庆工作时,如果肖战在家的话,就会直接去肖战家住,和李庆数次合作也算是有一定的友情。 拍摄余生的时候,和杨子在片场相处的也非常融洽,杨子应该是认下了他这个朋友,否则的话,也不会在他被全网黑的时候给他点赞,更不会在星光大赏上给他喊加油。 在斗罗剧组拍摄的时候,肖战与吴轩仪和史莱克奇怪的关系也非常好,肖战曾自爆在斗罗剧组的时候,常常请大家吃饭。 在美与哇唧唧哇彻底闹翻成立工作室之前,肖战和前团的队友们也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,他从不吝啬与为队友引流,接受采访时也常常会提起自己的队友,如彭楚月和夏之光,在陈情恋剧组和师姐,以及江城关系都很不错。 红了之后,也常常有互动,只是数字事件之后,不知道粉丝们有没有发现,肖战就只和当红艺人或者大咖大腕互动,极少提及他的胡嘎朋友们,而这些朋友,基本上也不怎么敢提到他。 除了杨子张艺兴这两个当红,以及娜英这样的圈内大咖外,肖战就好像没有朋友了一般,据悉,这是因为肖战怕连累对方。 当红艺人有粉丝护着,资深大咖有观众护着,但是,胡嘎什么都没有,乔诗与事件还历历在目,当天,所有给肖战送祝福的,都被避没了。 记得之前斗罗播出的时候,还有黑粉小用女主做文章来着,最喜欢肖战的夏之光,现在也不敢公开提他。 而伍嘉诚参加追光吧的时候,也是明确竞技点就是肖战,所有现在公众场合,肖战都与这些人保持安全距离, 大家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。